今次我的新歌叫King Kong 今次製作版底監製就是Edward Chan 填詞就是Oscar 今次作曲找了不同地方的作曲人 包括有Willie Weeks Ninohana 和Jonah Hall 今次其中一位就是Ninohana 他獲得過格林美的音樂獎項 所以今次這個版底和耳環有點不同 和Mixer 上將會有些不同 今次在音樂風格上也採取了一些不同的元素 因為今次不僅有一個黑暗的感覺 今次我特地和Edward說 我很想加入多一些電子元素 所以今次大家可能會聽到一些電子結塔的音樂 或者多了一些Band Sound感覺的音樂 其實每一次跳唱歌我都有收到 每一次都會收到一個留言 就是說 為何你跳唱歌的字那麼密 可否有辦法可以沒有那麼密 但因為其實是暫時不會有辦法 因為譬如收到Demo回來它是英文 譬如英文是I just wanna know 你會覺得很密 因為Wanna已經是一隻字 但如果我們要配上廣東話的話 就不能把我字拆開四隻字去計 所以感覺上就會很密密麻麻 但這個情況是因為語言的分別不同 即使我用自己作的曲 可能如果我自己作曲的話 廣東話本身都一定是密密麻麻 所以將它變得變成一隻快的跳唱快歌 就一定會慢慢來 我一定會繼續唱好一點 就是將幾密密麻麻的字 我都要唱得清醒 這個是我由一所願名二首歌 到現在傾康 我都很想做到的事情 今次錄音的時候 其實比起以往又不同 就是Edward沒有特地要求我 聲音很清澈 又或者很圓滑的去唱 因為今次想營造一個落幕 一個荒島的一個氛圍 因為King Kong 聽到我就好像去了一個混為 很壯大的一個廢墟 或者荒廢的城市 所以都想配合用一些比較生雅 不用太完美無瑕的一個精神處理 或者一個目標去唱 想配合這首歌 今次King Kong這支舞 沒有特別一個重點的手勢去教大家 但今次King Kong這支舞 比起以往的舞步的難度 是沒有那麼複雜的 因為今次我跟排舞師Rock Sir 他開會之後 大家都說 覺得這支歌一聽起來 是像是一些大手大腳 很清楚很清晰的舞步 所以今次就在難度 就沒有特地加強 但反而就是做多些 跟手有關的事情 因為今次以首歌King Kong 我們也想一下 究竟King Kong的形象是怎樣 通常都是手 有這些動作 有這些動作 又或者有一點打自己胸口的動作 把這些元素放進歌裡 所以大家如果再看幾次 就會發覺到 有很多動作都跟手有關 我們用手部動作來主導 用自己的前臂 這樣多一點 在MV裏面 其實我有一件衣服 是有銀色扣 這樣披著的 那其實那件衣服 就是 Starless的團隊 他們逐個逐個 一些拉鏈扣 一些更大的拉鏈 你當我知道 你平時 每次都拿著 那些拉鏈來的 就逐個 釘上釘上釘上 釘上釘上 才形成整個屁 所以其實是很重的 那個感覺就好像我平時 在舉健身的重度 因為很多個不同金屬的扣 拼在一起 重量就很大 所以 比起排舞室 只穿著T-shirt跳 是難很多 尤其是 因為那些扣 扣與扣之間 可能中間有一些 小的扣 去促死它 但是在拍MV裏面的時候 很多時候那些小的扣 會鬆開了 又或者它突然間 叉開了 那些扣 沒有那些扣 背後的位置 就會挎著我的肋肉 但是因為我不想 再花時間去 調整太多次 所以很多時候 在唱尾就 算了 都只要跳了線 所以 今次也有試過 學會了忍痛 去促成這個舞蹈 第二天拍MV的時候 其實那個 又算是受傷的 因為純粹是 都是刮傷的 因為一開始大家看到 有一個升降機 升上來 我們做了一個籠 是唯一一個 升降機的電梯 升上來 因為上面 是太多生鏽的物料 而且本來的籠 都是一個生鏽的鐵籠 所以我在上面 做一些 好像對嘴 又或者一些 push up 的時候 我又不可以走住 因為走住 也不夠 不夠 有型 所以我就要一天 插進去 擦住 擦住 手會摸到它 那時候就 搞到手是 爆血 因為在街上 感覺就好像被 一百刀戒了 但都是皮肉之傷 所以 不是很深 在那一段拍MV之後 有很多 有很多神道都 留意到我 可能有一次 我鋪了一個很日常的東西 但他們也有一點 有一點 蟹花 即是化了 突然間有一下 有很少的 痕痕 就是因為 這段影片 又會傷一點 覺得我傷一點 刮傷一點 但不嚴重 都沒有 究竟 每一次 究竟 要試些什麼 因為 例如今年 我自己 有年後 出Mr. Stranger之前 我已經想好 今年出歌的方向 是為什麼 每一首我想做到 一個什麼效果 出什麼風格 所以 每一首我都會很想 是不同的感覺 這次King Kong 又自己達成了 自己一個 少少的心軟 就是做了一首 有欺世得你 又有神秘感 很壯觀的 一個平脆的一首歌 所以這個是自己的 一個計劃中的 其中一個計劃 希望大家都會 喜歡到這次King Kong 可能因為這次King Kong 其實連畫面一起看 是一件 我自己覺得是一件 爬穿一點的事